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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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排队 让你排队是不是表示资源稀缺 对吧 什么东西 排队排队不就是着急都要要吗 一资源稀缺 你的大脑就紧张了 紧张了就会去抢 就会去争 然后你就站在那儿了 不渴 不饿 然后终于到你了 你还在想那我喝点什么呢 琳琅满目 你就不再想喝还是不喝的问题 你在想喝什么的问题了 终于到你 其实你还是没有想好 很多人都有病的 就是纠结嘛 选哪个 就半天最后 没办法 他们会告诉你的 他们会说 中杯还是大杯 脑子都是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嘛 越简单越好 大杯吧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小杯 很少有人说 有没有更便宜的小杯 因为那样的话 别人都听得到 你就会觉得很丢人 所以他跟我一连套的 你的身体的 你的鼻子的 你的眼睛的 你的大脑的 各种刺激你 九成以上本来不准备消费的人就会消费 当然不是所有啊 总有一些人很理性 但是那个是少数人 我说明白了吗 身体对大脑的影响不经意 但是非常之强大